屏東警方日前尾捕射擊槍炮案件的嫌犯時 被拒捕的知名名姓男子開車衝撞 而當時警方連開了21槍 還是讓嫌犯給逃跑 現在經過6天追查 終於在台南相當逮捕 休息在內大批員警 趁著兩名犯嫌不注意 一擁而上將兩人壓制在地 兩名嫌犯狼狽落網 因為他們就是日前射擊槍炮案件遭到通緝 與警方發生警匪追逐逃跑的嫌犯 時間回到案發當時 11號晚上7點多 流姓與林姓嫌犯在屏東基督教醫院附近 遭到警方圍捕後 情急之下開車衝撞增防車 警方連開21槍回擊 榴彈還撥擊附近商家玻璃 兩人開車進死巷後 汽車器械逃逸 之後就展開6天的逃亡生活 期間在屏東高雄台南以及嘉義逃串 警方調閱周邊監視器 最後鎖定犯嫌更換的車輛 終於在16號下午 台南新營服務區將兩人逮捕 為防止嫌犯衝撞及避免傷心民眾 因此一路尾隨至國道1號新營服務區 趁犯嫌下車時 專案人員一擁而上 將兩名犯嫌壓制具體盜案 低著頭不發一語 昔日囂張氣焰全都沒了 兩人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室 最終落網被逮 至於嫌犯逃亡期間都在南部流竄 是否幕後有人幫忙 還有嫌犯槍械來源以及涉及哪些案件 目前都有待警方一一調查釐清 記者蘇世偉屏東採訪報導